好,我們要來做一下一個範例,01 我們先打開來一下 點兩下可以打開 那我們的目標是要來做一份 可以記錄每個人 發了多少張入場券 發了多少張入場券 那他會有總數量,入場券的總數量 那有發出的數量,還有剩餘的數量 那在實際在做的時候,我們必須要說 負責人這邊可以用下拉的方式去選擇出來 那他有邀約的對象,然後邀約的日期,還有入場券的數量 那這邊可以看一下,比如說索隆 他本來是計算出來是10張 那假設我們這邊,紀錄表這邊如果選索隆 然後再選給他7張的話 就說他又發給了某個人7張 那麼時候,總表要自動的去把這個票數計算出來 而且發出的票數也會 自動的去做累計 那我們可以馬上的知道 整個入場券 發出的狀況,以及剩下的狀況 那這邊會有總表,紀錄表 那有隱藏一個叫做計算的表格 這是我們隱藏起來是為了避免使用者不小心去弄到 所以我們可以用隱藏的方式 那我們就是要做這個目標 那在做這個範例之前,我們先來做一些 基本的 練習 所以我們來 我們的資料角這邊 右鍵新增檔案 我們新增一個試算表 我們先來做一些小練習 叫做 小技巧練習表 好,確定 那這裡的話 當我們這樣做的時候 這邊就會多了一個 沒有出現我的時候 我們要來給他重新整理一下 我們就新增了一個小技巧練習表 那我們要來練習一些小技巧 第一個小技巧就是 改工作表的名稱 那所以這個結構是 Google的試算表 這個叫Google試算表 那試算表裡面會有很多的工作表 我們按 這個新增工作表 它就有很多工作表 那工作表 我們都可以 點底下來重新的命名 比如說 我們可以隨便的命名 好,我們可以隨便的命名 那裡面會有很多格子 有ABC 然後123 這樣 那 一般來講 我們會做第一個調整 就是 調這個高度 然後因為這個高度 Google設計的很不好 比如說我們來擋一些東西 它都高度蠻 蠻小的 所以我們可以先選起來 然後往 一定的高度拉 那它就會變得比較寬 那比較寬的時候 它又是靠下對齊 又不是很好 所以我們來第一個小技巧 就是把它調整一下 版面的調整 那這樣調整好之後 那 需要 去做一些調整的時候 都是在這上面 我們也可以水平 對齊 然後要 把它加出 然後這邊有填顏色 那這可能大家都可以先練習一下 因為這個都是基本的拍板問題 然後包含 畫框框 看起來會好一點 好 然後第二個小技巧就是說 比如說 當你輸入一些 數字的時候 往右拉的時候 會是新增 這個是 Excel也會有這種功能 那 指定欄位的話 可以按等於 然後點選那個儲存格 它就會去 依照這個儲存格去變 比如說我們按一下3 比較就會跟著變 然後 那我們可以5 然後 GG 所以它會跟著變 所以這是等於的效果 那可不可以跨 工作表呢 可以 然後我們來工作表2 來我們可以讓它等於 然後再選 滑鼠移到 第一個工作表 然後可以指定 C4 然後按Enter 它就可以隨著 C4的那個表 格子 去變 那前面這個 用單引號框起來的 就是那個工作表的名稱 好 那還有需要 練習到什麼呢 這是第一個 然後第二個 我們要練習的是 加總 加總 所以這是第一個 試算功能叫做加總 那常常很多時候 我們會有一些數字 那我們會插入一個函數 叫做sum 那這邊就可以把這些加起來 他的公式算法就是從 起始的格子 冒號到最終的格子 這是常用的 這是加總 然後再來練習一下 一個叫做 相減 相減的話 比如說 我們可以按等於 這個 減掉底下這個 這樣的時候 當我們 票數發出的時候 那我們就可以知道 他剩下的是多少 這個是這個 小技巧 這裡 待會我們還是會再做到 但是我們先大概先講一下 然後再來就是 這個比較重要的 就是這個 下拉式選單怎麼做 我們來做一下 一樣 我們來練習一下 好 好 那一樣我們做一些動作把它置中對齊之後 把高度調一下 比較好看 這個是 每次都要做了 沒辦法 那現在我們要來做 V2這格 來做下拉式選單 那下拉式選單有很多種方式 那在這裡建議的是 利用 試算表的格子 來做一些下拉式選單 好比如說 張三 李四 王五 阿頭 小美 好 那我們不要針對 比如說我們要針對這格 我們來框起來 這樣看起來比較清楚 好我們針對V2這格 那我們來做下拉式選單 按右鍵 驗證資料 條件這邊 他這邊有寫 我們點後面這個選取資料範圍 然後把這個先稍微往後 旁邊拉一下 這樣會看起來好一點 這裡就是說 我要 我的這裡選的資料 就是從下拉式選單的D2到D6 好確定 那這裡會有顯示警告跟拒絕輸入內容 我們先不用管他 底下通通不用管他 先儲存 這樣我們先來做一下基本的 那做好之後這邊就會有小小的按鍵 我們就可以選 A是張三啊 李四啊 還是王五啊 這個是下拉式選的 那你會說 如果我要新增一個再新增一個怎麼辦 所以通常我們在做的時候 這個 右鍵 驗證資料 這個 範圍的時候 通常如果他是這種 人數比較多 人數比較多 直行的時候 我們通常會給他多一點 比如說到30 好確定 儲存 那他在做的時候 比如說 還有新增加一個 叫做 好大雄好了 所以我們繼續在這邊再新增一個大雄的時候 這個下拉式選單會自己跑出一個大雄 那如果我們繼續做呢 他這裡也會繼續有新的項目讓我們選 這個是一個很方便的地方 當然這個下拉式選單我們也可以用另外一種方式 我們先來這邊用一下 0 4 4這個 我們一樣做一下標記 V4這個 我們一樣要做一個下拉式選單 他不只可以直的做也可以橫的做 那為什麼要橫的做呢 待會我們會有一些 為什麼要橫的做方便的理由 那我們先把 把這些給複製過去 好 那一樣我們按 這個右鍵 驗證資料 這樣 然後範圍我們給他選橫的 這樣 然後確定 儲存 一樣這邊 就可以選 一樣這邊就可以選 那就是直的跟橫的方式 那可以剛才我們可以看到一個地方 叫做 驗證資料 這邊底下資料無效的處理方式 一個是顯示警告一個是拒絕輸入資料 內容 那我們底下這個先 選擇拒絕輸入資料內容 我們給他儲存 那上面這個我們有沒有看到 是顯示警告而已 那我們這兩個有什麼不一樣呢 我們先來選一下 好 當我們在這邊沒有用下拉式選而是使用者自己要亂選的時候 你看喔 上面這一個 它會顯示一個 無效的儲存格內容 然後一個紅色的 而底下呢 我們可不可以隨便亂打 不行 它不讓你打 所以建議這個設定好的時候 就是 選擇 拒絕輸入內容 這可以保證內容的 正確性 而當我們有新的人 加入的時候 我們再直接去加入 好那這主要的 弄的地方就是這樣 那我們如果說 我這個 一樣要用這個底下這個要用這個清單的話 其實很簡單 我們就 從右下角這邊一直往下拉 它就可以 那你說我不是要往我那我先把它刪掉 一樣它就可以選 好這是下拉式選單 那我們還有什麼功能需要用到呢 我們來看一下 展開一下 計算指標 好這裡有一個叫做 一幅 判斷式一幅 好 那我們來做一下小技巧 什麼叫一幅呢 我先把它做一下 拉寬一下 好 假設這邊有三 有五 那一幅的用法是這樣 一樣 任何的試算表都是用 等於做函式的開始 一幅 那底下會一些提示 那一樣 括號 那假設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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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於 這個 所以它是一個條件的判斷 然後會做怎麼樣的事情 如果它比它大 就寫 C2比較大 好 那記得這邊要雙銀號 因為它是要顯示資料 好 所以就是說如果這裡判斷是對的 是對的話 它就顯示這樣 那如果不是呢 就顯示 V2比較大 但是這裡會有一個例外 待會我們再來看一下 那你這會看到它就顯示 C2比較大 那如果你 這裡比較大呢 那就會寫V2比較大 那如果一樣呢 V2比較大 所以就是不對了 因為我們沒有判斷到兩個相等的狀況 所以這裡的敘述就要改一下 C2 沒有 比較大 甚至於說萬一你繼續要 覺得說 這樣 不行啦 那你可以繼續做判斷 我們繼續做判斷一下好了 特殊情形 V2 和C2一樣的時候 然後顯示 兩個相等 不然的話 不然的話就顯示 V2比較大 所以這個時候我們就可以看一下 C2比較大 V2比較大 然後如果兩個人一樣呢 就會顯示兩個相等 這就是 IF 這個的功用 IF的功用 好 那待會還有一個地方就是 看一下 好就這樣 那我們接著 來講一下 整個的範例是怎樣做出來的 整個的範例是怎樣做出來的 就這樣了 我們下萬一 好 感谢观看